中国一名著名人权活动人士被中国法院以颠覆罪判处8年刑期 网名叫超级低族徒夫的博客主吴监 星期二在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被判刑 吴监在2015年5月在中国东南部被捕 他因为在一场长期持续的针对贪腐和滥用权力问题的运动当中 就逢中国政治官员而文明